彭博報道 儘管全球部分地區新一波Omicron疫情升溫 大多數國家仍然推動重啟旅行並鬆綁防疫限制 試圖揮別COVID-19時代 今年3月 挪威躍升為彭博全球防疫人性排名榜首 在取消所有旅行限制後 挪威在53個烈日評比的經濟體中得分最高 開放最多一條疫苗接種者旅行路線 而且社交限制寬鬆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愛爾蘭分別取得了第二和第三名 美國擺脫第一波Omicron疫情 儘管病例中數持續下降 3月的平均單日死亡病例仍然超過900宗 因此跌了4個名次去到第24名 英國掀起另一波Omicron疫情 感染病例攀升 退了一位成為第10名 台灣進步了3個名次去到第27名 而香港3月爆發全球最知名的疫情 排名在53個經濟體中的戰底 俄羅斯因疫苗接種推動速度緩慢 而且因入侵烏克蘭 2022年的國內生產無額 成長前景是所有經濟體中最暗淡 3月名次滑落到第52名 波蘭開始放寬防疫限制之後 在疫苗接種者旅行路線 封鎖嚴重度和社區移動性上的分數提升 3月的排名進步最多 升了24個名次去到第25名 馬來西亞Omicron病例創新高 4月前大致上仍然不會向遊客開放邊境 進度落後於其他迅速重啟邊境的經濟體 3月份的名次下滑最多 推捕了26個名次去到第45名